三军队的西方飞 欢迎来到我们的主场 武汉体育中心 我是上海山花俱乐部温西 欢迎来到我们的主场 上海体育中心 我是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 王大雷 欢迎来到我们的主场 济南奥体中心 我是北京国安俱乐部的高天忆 欢迎来到我的主场 北京工人体育中心 我是长春亚太队谭龙 欢迎来到我的主场 南陵体育场 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旅行 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旅行 欢迎来到我的主场 大连体育中心 我是河南队王上元 欢迎来到我的主场 航海体育场 我是天津金门湖队员巴尊 我在水滴和泰达足球场等着你 我是郑家卫尼瑶俊胜 欢迎来到我的主场 渡州奥体中心 我是梅州客家 渡州俱乐部球员 尹文博 欢迎来到我的主场 武华奥体中心 慧堂体育场 我是苍州雄师俱乐部的王鹏 欢迎回到上汽浦东足球场 双方的下面场比赛即将开始 我们看到这边可能是会有一些换人调整 看看是哪个队换 深圳队应该会率先做换人调整 是不是李宁要被换下 江志鹏上来了 江志鹏是可以打边前卫边后卫都可以的 然后也可以打后腰中后卫多面手 刚才看换人牌好像是李宁要被换下 摄海港上不上比赛取得1比0领先 应该暂时不会有人员方面的变动调整 他们这场比赛要加强进攻的效率 攻击率方面球队上不上绝对占优 包括射门次数 果然江志鹏在场上 应该是李宁被换下 里边张元和阿清普彤两个人也在聊 因为张元是他后场的第一关键出球点 就是中后卫可能破坏掉之后 张元拿球之后一脚就上去找阿清普彤了 所以这两个人可能就传跑 还有一些沟通 米浩伦还在 那就有可能是江志鹏去打李宁 那个左中场的位置 下半场比赛开始 双方一边在战 中场休息过后呢 深圳队是做了换人调整 是4号李宁被换下场 替捕出场的是4号江志鹏 江志鹏上一场比赛是打的首发 这场比赛替捕出战 上海港的上半场比赛 靠着20多分钟一次脚球战 蒋光泰的进球 暂时1比0领先着深圳队 深圳上半场比赛完成了5次射门 其中有3次打住球目标 阿清普彤通过个人能力和速度 还有一次很有威胁的射门 被严俊玲扑掉 1比0的比分对于海港来说 其实并不保险 因为贾道也多次讲过阿清普彤这个点 随时瞄着你身后的大空间去冲击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偷一个 现在是江志鹏打在了三个中场 靠左的这个位置 可能是希望他第一防守 能够往回包夹一下 第二就是由手转攻这一下 他向前出球这一下的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吕文君 奥斯卡转移被挡了一下到了后场 张立鹏 张立鹏上半场比赛 一次防守下河扎体 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往深昭 徐欣敲回来 向光泰 张立鹏 给奥斯卡 现在对奥斯卡的贴身防守做得不太好 基本上是封他和队友之间的这个传球线路 因为确实一对一很难防得住啊 深圳这边也改变了防守策略 你看现在奥斯卡在屏幕的左边多空啊 在身旁方圆几米都没人啊 奥斯卡整个上半场其实基本上没去过游路 把右边完全交给曲心 这个和海港上一场打三阵的时候打法还不太一样 上一场打三阵 奥斯卡更多是回到后场去接球去组织进攻 但是这场比赛根本就不需要他做这点事 对方直接让住半场上进攻 所以奥斯卡直接就站到了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区域 奥斯卡分左侧 阿尔加斯 再回到奥斯卡进去里边三个点 奥斯卡往右侧转移 打边上乌雷让球转身 考虑远直接下铲 将球踢出了底线 脚球 向着风 看这脚球又会有什么变化 你看乌磊现在去找董珍宇了 奥斯卡左臂上局 右脚开起来 这个落点还是被帅的 二点下来奥斯卡停的舒服 右脚再传 传低瓶球 没送好 还有传中机会 奥斯卡再传 头球坐下来 来自平科的头球 外卫二点 这是张林鹏 左脚传中 这个机会 张远的解围 看这次深圳队的反击 徐浩峰在观察队的位置 没有机会向前 交给张远 张远 长传 想找阿希姆棚没有成功 蒋光泰的投球 这边无球浪带下倒了一个 参赔员还是享受终止比赛 在海港的前掌 这个脚球进攻结束之后 由攻转手 这个策略上还是挺明智 就是张林鹏虽然离球很近 但是他不上去下 他先回自己位置 保证防线上这个回坠速度 然后让离球比较这个远一些 这个前卫队员上去比 还是乌磊上去乌磊是上去比的这一下 这是蔡惠康在移动里边没有观察到姜志鹏吧好像是直接踩了一下 蔡惠康的身体也相当出色 他这个赛季就是这两轮比赛吧 打的还真是挺漂亮 对 把他自己这个特点充分发挥了出来 能坐得住中间的一个轴 他实际上再往前推两个赛季 在俱乐部都已经没有主力位置了 对 打的比赛很少了 上个赛季开始 后期逐渐打上主力表现越来越好 因为头几个赛季就是金元时代的时候 像跟他对位的能有点太强了 奥斯卡 乌磊 李文君上不上比赛有一次远射 打在球门横梁上 险些完成世界波呀 这个球是判给了深圳队 球意外带了出来 这是个机会 看怎么来发展张云给阿清姆鹏 反正距离得有人才可以 现在就看见一个人在里面包 就有一个点 阿清姆鹏往回打外围 好球江志鹏 拖角的射门 球打偏了 他在出场前我们就介绍过 有一脚不错的远射和任意球 江志鹏这是从右边接球 然后让到左脚 来的一脚远射 这球非常漂亮 对 他这个停球很有目的性 首次出球这件 就是把球停到自己的 最擅长的这只左脚 能够射门的地方 蔡卫康 马上张 马尔加斯 马尔加斯 马尔加斯的叶子 徐先生你套 马尔加斯 马尔加斯 迅速的上响 前场抢回来 乌磊 找出来给奥斯卡 马尔加斯 马尔加斯 直接传中了 这个球 好像是打立柱 还是门脚扑的 赔帅处理球失误 球打向了自家球门 海港 他左边右边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打法不太一样 他左边基本上边缝内切 给李文君带出一个高位的点骨灯 右边啊 谁打边缝 谁都是踩着边线阵 然后徐欣晚上拆 那王神超基本不会后套 他在后面等着 等着球回来 他往里直接传 马尔加斯 面对两个人 马尔加斯跑 马尔加斯 马尔加斯想往中路走 没有成功 看这次深圳的反击 张元带球向前 好球 阿新鲍来了 阿新鲍这边放着 这个有可能是红牌的 果然直红 阿新鲍这就没必要 其实赛班已经给牌了 对吧 你再去跟他说也没什么太大意 他可能觉得这个蒋光泰这个动作是有伤害性的 这个还好吧感觉 这个没办法 蒋光泰放产是 他是作为职责对吧 那肯定要战术犯规了 我即便在这要一张红牌 我得保一个什么 别进了罚球区 我弄成一点球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拖他最后的防守力员 你的身体姿态 你是怎么和他赛保的 最后只能蒋光泰上来去来这一下了 因为这个球有个类似剪刀井 所以阿新鲍非常不满意 蒋光泰可能作为后卫的第一反应 这个球还是选择了放产 其实 说实话给深圳个机会 对于海港来说也行 这个选择他既然做出来了 现在球队必须面临少一个人的情况作战 现在场上这个配置 王神超先收回来吧 先去和张立鹏两个人打中位吧 这部队员在做热身了 这应该是下半场一开始啊 就已经在这转上身了 看看是上位阵继续维持四个后卫 还是怎么换啊 下半场出现了转折点 上海港的后卫蒋光泰 缠倒单刀的阿庆鹏 被红盘罚出场 关键是后边这个定位球之后 深圳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就对方少一个人 对 你是打出来还是怎么着 现在虽然海港少一个 但是深圳队要攻出来的话 其实也挺麻烦 对 看这阵球位置非常好 江志鹏和裴帅站在球前 陪帅假跑江志鹏左脚 直接打门 没有打出人墙 打在赛贵刚的腿上 二点 再抢到左侧 头就点下来 江志鹏再传 这球应该有没有越位 看看 就咱们还是举齐了 现在后场的几个海港队员 先要沟通一下 现在怎么占位 确实杨博宇越位 换人李昂上 对 还有李昂 李昂换下徐欣 还是先保证后场的一个完整性 这样的话打个四四腰呗 徐欣连续量场比赛 基本都是这个时间段换下 但是因为海港这边 他有奥斯卡 有吴磊这种球员 他少一个 然后大家可能多跑跑 不会有太大影响 关键看身边怎么 对 关键有可能甚至要攻出来 海港打反击还会更舒服呢 巴尔加斯 直接长传 等个一点 投球蹭了一下 星庭再给 赛国康再传巴尔加斯 巴尔加斯来了 吴磊再挑 巴尔加斯投球后蹭 平哥倚住人 转身 到进去里边 大门 二比零 五十六分钟 平哥 收获了首个海港的新球 这个球 海港刚刚被罚下去 一个深圳多打一人 进去里边 平哥靠个人能力 转身右脚步射 打原点得分 就是三个人连线 吴磊 巴尔加斯加 平哥 其实这就能看出来 深圳这边就是因为有想法 他回的没那么坚强 对 没有那么多人 说这铁统阵就不存在了 大巴没有了 这是几个人防守现在 对吧 有没有越位 都没问 越位是不可能 但这下平哥这个中锋的作用 确实底下出来了 背身 张远其实他不是一个能扛人的中后卫 你让他追他没问题 让他扛 这不是他的优势 对 而且他本身出道的时候 像您讲 他不是打后卫的 他现在即便这两个赛 就打中后卫 他一些防守动作上 其实有点问题 这就像您讲的 平哥 不要太多触球 简单点 就两下 一停一转 一射 完美 他其实 他经常能要到这个该去的位置上 但是就是大门的这一下 包括前叉的速度 可能确实有点缺险 但是没关系 海港这边有吴磊 有这个保里尼浩 对吧 有这些小个的这些估计手们 他现在海港441 吴磊和巴尔加斯分居中场的两侧 奥斯塔和赛伟康站在后腰的位置 然后奉献挺一不为平哥 这边好像又越位拿去 所以有时候你 这个 就把红盘下去 这简则是好事 你看这些对手是谁 这场比赛之前的平哥 也和教练组的成员打赌了 说这场比赛 他必定收获进球 果然他没有食言 他赌赢了 赌注是什么 关键是 吃饭上海混沌 进攻的时候 吴磊还是收进来 深圳现在还得是收回来 收对吧 你因为你攻出去的话 就是这个情况 你刚才大概有五个人在防吧 上不上这种场面几乎没出现过 没有没出现过 说你你防三个 他防三个人 那也是八个人九个人防 结果就刚才 前面线没来几百回收 后面线单防 结果被对方三个人连续 传传给我给打 直接给打穿了 百围巴尔加斯 杨状要射门 没有空间蹊跃 他打回来 平科呢 从他求风来讲 也是低调 普世无华 人呢也是个 这个 怎么说呢 算是个执政人 您说了 我在实际生亚的末期 我要考虑我的这个经济收入了 所以我来中国提交 这么实在 据报道 在海港 他拿的薪水 应该是在克拉庚福的几倍 因为在奥地利潮这点赛 确实很难 挣太多的钱 身边那边中场 可能得需要一些调整了 刚才我看这个黄晓峰 跟奥斯卡的时候 都已经开始有一种 愣神的情况 跟一半停路了 毕竟你都一直处于防守状态 你老在跑 老在跑 这队体能消耗挺大 深圳队 这个换人就是带着目的上来 亚历山德里尼要出场了 还有郑达伦 对吧 这个就把现在落后俩球了 也不要守了 就是要攻了 放手一搏了 应该还有一个吧 还有一个 可能是谁 应该是神子贵 这个亚历山德里尼和郑达伦 基本上算是主力 应该是 对 直接换三个攻击手 神子贵呢 也是前锋啊 上一场比赛 他是打着首发 踢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看看右侧巴尔加斯 王神超插上 巴尔加斯传中 传到了后点 深圳的反击 许耀峰往出路给 张元拿住 现在海港的中场 其实也挺空的 右边很大的空间 好球转出来 江志鹏持球 米浩伦套上 江志鹏 推给米浩伦 两个人之间非常默契 米浩伦穿低的跟进 停 转身 左回来 外围选择了射门折射 你看海港回来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就四个后卫家 奥斯卡是回不来的 所以他连一个常规的 四后卫家 两个后腰的防守位置 都打不到 东东人在前场等着什么 等着一球 一旦你打不好 我马上反击打你 有这么两下 那可能就悬了 所以深圳内 如果真要攻出来的话 他得珍惜每一次 能够创造出来的 算本机会才可以 米浩伦被换下 那这样的话 江志鹏继续回左后卫 然后夏亚扎提 也被换下 换上申子桂 张远也被换下 换上亚里山德里尼 改打四后卫呢 就是 我们看看 压伸的里尼 带上球队队长袖标 这是一个 弹打盲力很强的外援 这两年呢 一直伤伤停停啊 受的伤病的次数也比较多 整大轮也是一个 边路突破手 看看脚球 江志鹏来处罚 江志鹏来处罚 江志鹏什么意思 事宜再上点人是吧 觉得人不够 我只是要把里转了 江志鹏左脚果然转向球门 几回 一边 追回一个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球 江志鹏直接罚进去了 看看猪路有没有碰到 进攻队员 这个就像假的 讲的战术非常明确啊 全往前面住 扎堆 然后江志鹏 左脚往门里炫 严峻林啊 本身他是个比较瘦的 身体 你一刀看的应该挺多 跟大家打半联 都怎么打 就拿他当头黑啊 直接转进去的 直接转进去的 这个球 经过队员没动作 不存在反规 你看 严峻林这 所以你这种球 就是属于 明眼人 谁都知道 这球肯定要往门里转了 你这防守策略 是不是适当的调整一下 灵机应变一下 这个球急速下坠 严峻林也没反应过来 而且这个球 他就即便打着的话 也可能打到杨柏宇的身上 再弹进去 这个球江志鹏 罚的质量太高了 角球直接罚进 有日子没看转球吧 上赛季球队有一个戴伟俊 罚进过直接 小脚都任意球 这赛季江志鹏 来了一角球破门 平柯给乌磊 乌磊一下没有挺好球 许浩峰把球抢下来 向三半投诉有手球 三半没吹 许浩峰分到左侧 江志鹏 江志鹏 左脚长传 看看右侧 比赛最后这半小时的时间 会非常好看 深圳队换人 目的性很明确 现在思想都统一了 就是攻 不守了 赛大轮自己往中路弹 拉开转到左侧 江志鹏 左边路 深圳队拿球内线 看看怎么来处理 C一个反向 想找阿吉姆鹏 阿吉姆鹏 这都能追上 我还没出界 快出界 阿吉姆鹏 阿吉姆鹏 这速度真快 这球以为是铁定会出界了 阎俊铃还愣了一下 这下要让阿吉姆鹏 反身再拿回来 可就不好弄了 深圳现在是打了个四十三一吗 待会儿看一看 再看一看 阿斯卡回座 李扬回给严峻林 呦 严峻林这要出球 有点吓人 阿斯卡停大了 亚里山你 北深拿住 奥斯卡再抢 抢下来了 平克回座 巴尔加斯能不能看到左侧 看到吴磊了 长船也转出来了 吴磊面对门将 还有熊吼峰在跟防 吴磊调整横敲 奥斯卡的射门 这个推射打飞了 这个亚里山德利尼 回来干扰的这一下 非常非常关键 亚里山德利尼 带上队长袖标 承担了队长该进的职责和任务 这个球从风险跑回来防守 台港这边呢 就是不光在防着点 亚里山德利尼 回来加的这一下 他其实有一脚远射 非常非常的 对 远射加任一球啊 进城也急了 把球给我 采远射就这点特别有意思 你看这正常的抱着球 可能就急眼了啊 对吧 咱俩就抢这球了 他是乐着抱着球 哈伯射现在应该是感受到了压力啊 反正这个比赛就是打对攻了 海港反击就三个人也就够用 对 其实拉开了打对深圳队独立啊 陈涛的教练组不错啊 观阵刘建业对吧 他那几个调整 我觉得还是挺及时的 对 因为在丢地球之后呢 刘建业马上起身啊 就和陈涛商量了 说后边怎么办 然后可能也有B计划啊 A计划B计划啊 看看执行哪套 张云说阿琪彭去顶对方中后位去 我来抢球 中场线 黄瑞峰投球顶下篮 好扣球 漂亮 平科你看他现在在有空间的情况下 也能发挥自己的特点和能力了 他眼神的 哎呦这一件 但是他还好 他应该不是用 他是用这个外脚背吧 刚才 还是用脚底啊 他这个黄牌应该是吃的 因为过于激动吧 不是之前那个动作吧 陈涛觉得之前那个动作没犯规啊 我们看看慢镜吧 就这一下 哦 他这个动作 他是踹球是吧 但是咱们认为这是危险动作 这个说实话 这个动作 给黄牌我都觉得有点轻了 这整个鞋底子直接被人讲成跺呢 平科差点抢下来 靠身体护住 考球啊 陪帅还是有经验啊 帅也是年少成名啊 很早就在亚太打上主力 挑球 江志鹏 一个左脚的外车位 弹船 王神超 把球清出边线 那里山德里尼这个位置顶得非常靠前 那买迪秧也上了 下向中场的硬度啊 整大轮 再敲回来 黄瑞峰往左侧转 江志鹏好球 我说路的机会 江志鹏停下来 左脚 脚杆火热 这个球 李昂解围 二点下来 张远往中路坐 王神超把球 张立鹏把球破坏 黄瑞峰 裴帅 现在是裴帅和杨布宇两个人打中后位 这都是之前打后腰很多的球员 再上 洪瑞峰抢了下来 亚里山德里尼 现在有点上头啊 自己单干 右侧有队友 看到整大轮了吗 这下财队员没吹 他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深圳队反抢成功 张远C身后好球 整大轮 船中的质量 严俊灵这个球应该没问题了 感觉亚里山德里尼要这么踢的话 就有点下去了 对 可别待会儿再吃张黄牌啊 他现在确实非常兴奋 鼓励啊兴奋这都是好事 但是已经情绪在控制住了 奥斯卡的转移 右侧往深超 什么没有人接 往中路扣 自己一个产流球把球留下篮 给蔡慧刚 转出来 乌磊 乌磊 还有机会 现在乌磊打半 这一下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还有巴尔加斯胸停 奥斯卡的要求 巴尔加斯 啊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无论要插身后 他这个换人有可能换平科吗 还是换谁呢 和奥斯卡的概率不大 换巴尔加斯啊 加强防守啊 对他还是要留着一个中风 身边那边也是把最后一个人准备换上去了 买天江上一场也是替不出场的 换下巴尔加斯 深圳杜岳争上场 继续向前锋啊 能上的攻击手全部换上去 李宁早就下了呀 中场是换过李宁了 张元在选 邓达伦这边就不那么友好了啊 中场字幕不是说对是谁换的李宁吗 他现在是看换谁啊 这边是买天江上换下巴尔加斯 对中是前锋啊 换张元对 他换人之后啊 这个阵型包括打法上会不会再做一些调整 哈维尔是用买天江还是踢的右前卫啊 乌磊在左边 买天江的身体更硬 覆盖面积也大 防守更硬朗一些啊 还是要照顾中场的这种防守和保护 现在需要深阵对这两个中后卫啊 因为海港就一个前锋 一旦敢带着球往前推了 就形成这种二打一的局面才可以 需要往中路给 没有形成默契 这个球抢得很干净 没有问题 杨泉的李宁带球 阿兴棚到边 往中路给 赵达伦 横拨一下 江泽棚 江泽棚分到左侧 把边上让给队友 沈子柜边落一对一面的王神超 沈子柜内切 脚下技术很好 打回来 江泽棚 我叫他什么 哇 差点世界步 严峻林这下立功了 江泽棚险些没看二路 江泽棚上来之后 脚感太好了 江泽棚对他这些队友 而熟 太熟了 太熟了 哇 这个球严峻林反应也快啊 横移两步之后做出扑就 对 他基本上刀刀都是 把这个 守门员严峻林这个弱点在处 嗯 又是脚球 还是双逼上不约 看看这回 这个不能再让他转前边了 还是还是这个战术 还是堵在这 那再说了 就是站这儿可以 不要让没有动作 对 你不要去伸手推 站位置可以 大家把手都举起来 现在球员情况 一般不会有 因为有VR的 一般一旦进了的话 你有动作会被吹掉 制造混乱 后门柱后门柱现在空的厉害啊 江志宝这意思是不是打后点啊 后门柱现在空的非常厉害 他做了个比划 打了一战术 有变化了 郑达伦 走外线摔倒了 没有点球啊 看不反击 乃基杨在流向前 吴磊在右侧 有人在跟他 转出大浪 吴磊 但是这下后排跟进点比较少 先空一下节奏 郑达伦那一下处理球犹豫了 其实直接往中路打就行了 他这肩板反正还受伤了 打的话有可能造成混乱 咱们因为郑达伦受伤是终止比赛 刚才从那个动作来看的话 应该是没犯规啊 他是摔的时候啊 我看他这个手撑了个地 不知道是不是肩板先关节这儿 看着非常痛苦啊 之前平科内进球 挤着人 他也没触球 实际上触球都是张远触的 他就是身体加上左手 直接把张远给挤出去了 这球漂亮 这球漂亮 这关键是也很转 他门前急促下坠 转进去了 当然这个球其实也跟海港这边的 就是临机的应变能力有点不太行 其实咱们国家队啊 也出过这种问题 就是对方的脚球 什么时候玩里转 什么时候打外围 人家是有三套变化的 但是咱们跟不上人的变化 拿轮先下场 看一下 他摔的这一下 这一下 我感觉他这个肩关节肌肉 可能是撕了一下 脱臼倒不至于 李帅上场 卫阵也上 保利尼奥上 海港也打完所有牌 看看这个扫斯卡 中间有空档C 没有形成默契 还有扫斯卡再来 扫斯卡像您讲的 很显然没有进入最佳比赛状态 上边这球主给传一个斜线 打到右边这个第二空档上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设分机会 李帅卫阵保利尼奥 海港在75分钟 用完华人名额 深圳也用完了华人名额 上保利尼奥 换下平科 李文君王申超 应该都要下 下两个边后位 上了一个中后位 阵型 李帅其实也是边后位 李帅是左后位 是吧 李帅也是边后位 一会儿看看阵型要怎么调吧 右后位谁打呀 关键 李扬其实也能打左后位 他会不会打三中位 李扬卫阵加上张临鹏 对吧 应该还是441 还是441 又后位是张临鹏去打了 那就是 应该是 卫阵跟这个李扬是俩中位 张临鹏右后位 然后左后位 李帅 可能是这么站的 看一下能看出来 中场这个缝隙有点太大了 你这个前面线很容易就被对方传球直接传到两条线之间了 张临鹏打了还是右后位 还是猪后位 三中位 保陵要回来 他是保陵临时回来 临时回来 跟着这徐耀峰来的 对 因为编号位上了 徐耀峰 这有点着急啊 感觉的不像川中 像侧门啊 小时候是不是有人抽筋了 真当那意思 我没有换了 我手里没有换人的牌了 他是问这徐耀峰是不是没劲了 你得坚持 我没有换名额了 徐耀峰这场比赛确实体能消耗大 本身在左边防守压力就巨大 然后进攻还得上去先呢 一会看看 深圳这边谁抽筋了 就知道是谁刚才跟陈涛说话的 那现在海港是张临鹏和李昂是中后位 魏镇打的右后位啊 张临鹏得负责跟着这阿西姆鹏 但问题是张临鹏也有一张黄牌啊 也最后的十几分钟 阿西姆鹏 左脚转移到右侧 中路改 李帅 分出来 奥斯卡 好球 这下节奏漂亮 左脚 拉伤后没有过去 亚历山的领仪真能跑啊 我感觉他上场之后 他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种跑动 李帅这磕球让对方抢了下来 刚深圳的进攻机会 杜月争和宝宁要拼身体 宝宁要交给中场奥斯卡 奥斯卡转移 张临鹏持球 右边有魏镇 先给他魏镇的脚下 看一下处理球有点大意了 看看这次索撒 阿西姆鹏 阿西鹏听张临鹏 这是可以突破的 张临鹏有牌 不要让他进娃娇区 阿西姆鹏到了新区里边 进来就不好 直接传被挡出了底线 阿西姆鹏也挺聪明 我一点点往里拱 拱进去之后 你就不敢踢我了 这边就不能直接转了吧 单手了啊 应该不是直接转 卡走拉 卡走拉 走不了卡洛斯 行了 让他左脚炫起来 中路这个点也不错 哇 这个球居然是顶高了 两个人包抄双轨排门 是杜岳征顶的吗 感觉杨博宇的位置更好 好像杜岳征抢在杨博宇之前 把球顶向了球门 再来看 这是杜岳征 他这球还真是质量太高了 手边没法出 对 他球速非常快 这是个外旋 这个球不应该呀 顶攻标基本上就进的球 杜岳征当然还是小将 杜岳征领大脚开出来 欧斯卡给宝尼奥 宝尼奥再c 你过去 陪帅 杜岳征领 身子柜是有突破能力的 拿去往中路走 再给阿欣普鹏 这边是无意识的碰了一下 阿欣普鹏 左脚传 投球顶住底线 应该是脚球 两人脑袋可能撞一块吧 张立鹏是认为 这个球即便无意识 也应该吹反规啊 但是财队员可能没看到 但是肯定不能吹啊 不也吹啊 就是不小心带到对方 回住队员也要吹的 台湾肯定是没看到呗 看这球踩了一跤 东昌去年吹过至少两个这种球 你这种球要是吹了 进攻这边不得疯了 那没办法啊 确实影响人家回防了 脚球了 看看这一次左脚开起来 来咯 奥斯卡再挑出来 二点 庞瑞峰 交给亚里克尼利尼 亚里克尼利尼往右侧转 左脚再往前缩 乌磊 到这里买其江 买其江先拿住 保利尼要再接 能不能转出来好球 保利尼要还是一位了 这比赛啊 打到下面上后半段的节奏才散起来 上面上打得极其真闷 随着那张红盘 嗯 这球没有阅位啊 这球亚里克尼利尼拖在防线最后啊 你看亚里克尼利尼多拼 陪帅 他现在有时候一扣场控球 把黄瑞峰收回去 让陪帅站在后腰的位置组织调度 因为陪帅最早出到打后腰 他能出球 哇 也要抽筋了 你看 所以就是这个体能的问题 嗯 刚才陈涛肯定是因为场上有人在说 说可能啊 不行了 陈涛在说 说我这我也没得换了 二连 江志鹏 他可能就是赔帅不行了 所以不让他打中位了 对吧 因为你如果真单防的话 你没体能了 你一凑筋完了 弯过去了 没倒 这个球摔倒的话 是有机会判点球的呀 真的贵年轻队员还是没经验啊 这个球有个接触啊 第一下就已经有接触犯规了 然后这一下 他要倒的话 有可能会吹的呀 可能还真就得 对 因为魏震在身后丢了重心 他身体前倾撞到了神子柜 魏震上来打这个位置 打的其实并不好 他不让张立方过去 对 这个魏震这个位置不对 你看每一次都被人冲身后 又打身后了 神子柜确实有速度 靠一下脚法也不错 打回来 亚里山德里尼 陪帅 陪帅 还能控 还在带 再往中路顺 他确实是可能是要抽筋了 现在是黄瑞峰去给他打中后位的位置 江志鹏强性加速摆脱 江志鹏腾起来 中路三个脸 江志鹏传中 机会 实乎 又没有双球 球 他们员第一下没表示 二点下来 亚里山德里尼 往中路挑 这和杜亦峰还是想不到一块去啊 现在其实真的就是打传中球 两边的传中球 江志鹏左脚再传 好机会 阿志鹏头球 2比2 84分钟 江志鹏一传一射 阿志鹏头球现功 海港被扳平了 哇 这个球传中落点美妙 阿志鹏门前两米 把球顶进大门 严俊宁没有任何办法 这球其实进球之前的30秒钟 深圳队一直在找两侧的传中球 你看陈涛 直接给拍巴掌 说坚持 兄弟坚持 张立鹏啊 没有问题 把人给跟丢了 那这时候其实 当阿志鹏鹏把他盲区钻的一瞬间 你不能松手 你手多多少少要跟他吃上劲 带上他 他传中的时机就那可能一秒钟都不到 你就杠他一秒钟 别让他钻进来 他的球传进来 也顶不到了 但是王王就你松手了一下 钻到盲区之后 你再想找他 他就跑了 你再跟就跟不上了 江志鹏真的太厉害了 江志鹏这就属于那种 比较齐的球员 他状态有时候可能不太稳定 但是好的江志鹏 我觉得就是中国最好的所后卫啊 特点P 对 其实比较鲜明 情况能力太强了 一个他一个唐淼吗 当时复利对吧 有时候就聊啊 你说就如果说按左后卫的能力来算的 就是李磊的跑动能力 加上江志鹏的传终能力 那可能就的是 这真的是太完美的一个左后卫 这个左后卫了 再弄于李学鹏的身体 是吧 李学鹏颠峰起的身体 这鲁本的时候有过那个名画面 看看接下来海港怎么办 深圳又怎么办 深圳是这场比赛拿平也行 还是说多一人就要打掉你 就要拿三分 这个需要陈涛现在统一思想了 其实那张红盘出现之后 海港一度是二本领先的 但是二本领先之后 这个换人 我觉得角色上稍微还有点问题 你既然说你明确了 说我就是四四腰 保证后上的人数撤前掌 那你前掌这个腰 到底是直着晚上冲的 还是说我作为一个支点 我可以空线球的 这张红盘传出来摔倒了 下面第一下没吹 江志鹏护住球 而且他关键第二个 就是上后卫的调整 然后卫阵去打边后卫 张立鹏打中后卫 这个也存在一定的疑问点 这可以说现在来看 应该是个败笔了 对 因为张立鹏踢过右后卫 而卫阵没踢过右后卫 卫阵这连续两个圈 转完之后 自己都有点晕了 又一个脚球 你说是他踢的不好吗 我觉得不是 是这个队员对这个位置的属性 对 他认知还不到 你就让他踢这个位置 因为他没打过右后卫 对吧 张立鹏是踢过右后卫的 所以说他这个佣人 不知道是 他不应该 这么长时间的 不应该对队员不了解 这很明显 就是这个调整之后 右路被爆了 所以才丢的第二个球 又是脚球 这脚球深圳都要追平了 7比6 又是江志鹏 江志鹏 这是改变战局的一个换人 现在是 深吸一口气 保证自己的心力 先降下来一点 然后把这个球的质量 尽可能的 发的高一点 陪帅 陪帅 陪帅咬牙 抽着筋 踢完这伤 刚才那波 陪帅真有作用呢 对吧 他中路带了很长时间的球 把就摘出去 看看江志鹏 左脚传到中路 找杨博宇 没有成功 亚历山的里尼 和保利尼奥拼二连 保利尼奥拿下来 海港的反击 斯达 保利尼奥 看人 保利尼奥在观察 右边有斯卡 中路乌雷 乌雷担当球面就闻叫 大门 三比二 哇 一场精彩的比赛 中超开赛以来 最精彩的一场球 在上级 普通足球场打响 塞海港领先两个 被追平 又打进第三球 深圳队这场比赛 想拿三分 他们付出了代价 防守端只剩下两个人 海港四打二打成 乌雷单刀建功 也收获了新赛季 他在中超的第一个进球 卡维尼奥 现在还得调整 因为已经没有换人名额了 只能场上这点人去应战 哇 看到有的球迷都要哭了呀 哇 你看这球其实就是什么 深圳都有想法了 他只要有想法 后面就很麻烦 回追的这球 这个 靠最后的这个后卫啊 让边让太大 因为他不是二打一 是三打一 光赌一边没用 而且这个球 他可能第一时间判断 是要传奥斯卡 奥斯卡那角度更好 但没想到保利 你要妙笔生花 往中间塞乌雷 乌雷单刀是那漂亮的 这个应该是黄月峰吧 我会追的 黄月峰 他其实很难 因为如果你是二打一的话 你去封一个传球 然后慢慢靠近 所以三打一 那你等于把一边给让出来了 直接就让吴磊 就你单掏吧 哇 这比赛真的太刺激了 只能说海港队这边 真的他还是有名 这对方他想他想要三分了 他不是说我平就就可以了 他攻出来了 再说句实话 但不太好听的话 在中超的赛上 好久没有看到这个节奏的比赛了 还得是有球迷 看这次左侧 深的进攻又来了 深的跪右脚船前点 赛回向给出来 你看江志鹏在脚 这个接外球得压呀 对 人数有优势 他接外球他不太好发 而且又是后场的接外球 这种场景是非常形成什么 就是一钉一钉死你 高位大破 你看他现在 他缓过石来了 他把张立鹏换走了 威震去打中后位了 张立鹏去打右后位了 你看现在 威震是在中间放在救死鹏了 反应过来了 估计是不是有中方的教练组的成员 说这个位阵是没踢过有后位 这会儿说也有点晚 之前可能是教练坚定的认为 他这么安排没问题 因为在我印象里边 从优势6开始转位阵的比赛 就很少他踢边后位 他打三中位 打过边中位 哦 这个对角啊 对角了 小康刚刚冒头的时候 被球迷亲切地称为 猪超压压突雷 确实能跑 但是风格和压突雷还是不一样 他是深圳这边年轻的这个教练组还真的挺有想法 那都是85后都不错这这些教练对吧 至少他是就经历过联赛的一些很好的球员 而且你看今天刘建业的几次这个应急的处理 就是在丢球 包括角球战术的几个细节啊 对吧 他其实反应感觉都挺快的 我们虽然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 那可肯定是针对一些具体的环节是有安排 好 江志鹏 哇 想打身后没有成功 江志鹏今天这场比赛 如果助攻打成3比3 他绝对MVP啊 正大轮面对保尼亚 球丢了 森左侧 奥斯卡 乌磊在中路要 奥斯卡转出来 乌磊回敲 这几个人是有默契的 耐心 有人得接呀 左边没人接了 现在 头球点下来 江志鹏拿住 就是深圳队可以多打边路 和多利用神子柜的突破 多造一些角球任意球 或许还有机会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再打回来 卑顺 卑顺缓了两步之后 可以啊 还是给江志鹏 他现在成就是9点4个4的意思啊 江志鹏这球踢的确实可以啊 边后内收啊 在中场拿球组织 徐浩峰的船中 亚里山内尼停 停到外线 调整一下 左脚再船 跟进 是吗 被挡出来 郑达伦 再敲 徐浩峰右后位 海港这边选择造越位 提的非常高尚 后点埋伏达进棚 中路有杜月争 徐浩峰直接传 有没有角球 江志鹏 又来了 这场比赛角球7比7了 徐浩峰也抽了 这场比赛 说实话下半场节奏确实快 球员基本上 我觉得打五场 能包上一场这种节奏的 他抽筋也很正常 深圳 因为毕竟之前经历了很多 这些其他的事情 他队员的训练 可能未见到有多系统 看看角球 江志鹏双臂上举 这回没有围攻严峻林啊 现在觉得可能高点多了 现在去啊 还是来了 对 江志鹏 左脚 再来一次 奥斯卡投球解围 二连江志鹏拿到 江志鹏脚后跟磕球 没有过去 徐浩峰不敢带腕 因为他也要抽筋了 所以只能是稳妥给董春雨 对 给了手门之后 自个赶紧还得往边上跑 比赛最后一分15秒 起球亚里山德里尼 投球二连 阿奇姆鹏先把球拿住 裴帅 裴帅没劲吧 阿奇姆鹏别给他了呀 这俩抽筋都不能站一边 对 保利尼奥靠节奏漂亮 保利尼奥状态真好 看看这次张立鹏的长船找吴磊 吴磊插身后 冲起来了啊 也是空有空球率 没机会 这次又抢了下来 保利尼奥要护球了 亚里山德里尼先把手臂张开 告诉裁判我不犯规 保利尼奥往前带 带出来了 保利尼奥再传 中路 奥斯卡想坐给吴磊 没有成功 前面有个推人 才不愿没吹 放铲也没铲 就要正达轮 分左侧 五个人在插上 左侧神子柜拿球 看看这次有机会 那些右脚转有变线 后连李帅将就进出变线 还有最后的十秒的时间 大力一出包球再来一攻 这大力啊 大力不 主赛派多一秒的时间 都没再给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了哨音 在这场比赛里边的 上海港在主场三比二 有惊无险 非常刺激的 可以说是绝杀了深圳队 双方这场比赛 贡献五个进球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反击的过程啊 你看黄月峰 他是在收他自己左侧 结果把吴磊这完全让出来了 相当于是他在赌 亚历山德里尼和吴磊赛 跑谁赢 结果赌输了 这场比赛真的是精彩 刺激 深圳队虽然输了 但他们的表现值得尊敬啊 这场比赛 在落后两球之后 徐浩峰和 裴帅带着抽筋的身体啊 坚持完了比赛 而且都有精彩的发挥 当然 陈涛的换人 江志鹏的出场 改变了战局 江志鹏 先是打进一个角球 随后助攻队友 搬平比分 但是很遗憾 最终球队遗憾落败 这场比赛 对于球迷来说啊 看球的绝对是值了 无论是现场球迷还是电视机前的球迷 绝对是超出的一场比赛 通创联赛能够踢成这个节奏 很难想象 今天双方的队员确实 打出了属于自己的风采 深圳队这个赛季 不被球迷看好 都认为他们是保级球队 但是这前两场比赛的表现来看的话 他们这个赛季 是大有希望的 而且 如果你单论这两个 这两场比赛的表现 他们可绝对不是保级的水平啊 好 本场比赛的现场部分就是这样 欢迎回来 小千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 新赛季中超开赛以来 小千看到过最激烈 并且情节跌宕起伏的一场比赛了 深圳队在林比尔落后的情况下 连追两个球 而那个时候的深圳 并没有选择说去进行一个 防守只想拿一分 而觉得说对方反正少一人 要乘胜追击 没有想到反而被上海海港 搬回来一个球 吴磊这个时候站出来了 确实球星啊 在这个此刻的力量 还是挺不一样的 而老师怎么去评价 今天整场的一个比赛呢 假设到 我觉得这场比赛 其实真的有点 超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因为上半场打的 确实很沉 但是下半场那招红牌的出现 可能是把两边的部署都打乱了 包括这个 他对这场比赛的预案 他的换人 其实全是在乱的 对 我觉得这个比赛 真的打成这样 首先 我对于陈涛和他率领的深圳队 标以非常崇高的敬意 年轻的教练 带着年轻的球队 能打成这样 而且是在赛季前 出了很多和足球 没关系的事 这种情况下 打成这样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这场比赛 他的技占中含量 包括江志峰的 直接脚球转进去 包括防守的时候 黄瑞峰的那个选择 在赛后都可以拿出来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去研究一下 还有球迷的讨论 第三个丢球 说黄瑞峰的选位有问题 他毕竟不是打中位的 他也是临时去 因为赛帅打不了了 没办法了 最后深圳队 是靠残阵打的比赛 完全靠意志力 在和上岗拼了 在这比赛打成这样 我觉得深圳的球迷 应该是完全可以接受 就是说黄瑞峰 选位有问题的 这位朋友 你可以自己上来试 你看看一打三 你知道吗 不是 我要在那的话 直接保力要一拿起 我就倒了 我就放了 你进吧 深圳这边 其实我觉得 今天的一个战斗力 包括说他整个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还是运气 稍微有点欠佳吧 其实有好几角球 我觉得都是很有机会的 包括说深圳队的年轻球员 还是经验上有限 我觉得小瞎在那个位置上 我就已经倒了 反正去那他拉我了 你去的话 比赛早就失去悬念了 是吗 是吗 我就碰一下就倒了 那种选手 所以今天上比赛 不管说结果如何 相信两只球队的球迷朋友 看着还是挺满意的 包括说深圳队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现场的一个顺踩的情况 非常的精彩 然后其实在少一人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比较被动的 然后我们场上多了一个人 更多的控制了球权 然后后来也扳平了比分 只是最后还是那个脚球的 一个细节没有处理好 但挺可惜的吧 那其实今天这场比赛 也是普通足球场的首授吧 这场比赛 听下来感觉这边场地 或者球迷气氛感觉怎么样 确实是一个专业的足球场 然后能给球员带来的 这个比赛的这个氛围是不一样的 然后能让球员更兴奋地 去进入到比赛当中 然后能更投入的比赛 确实球场对于整个比赛的 这个激烈程度的加强 我觉得也是有辅助作用的 谢谢 说到球场对球比赛的 激烈程度的加强 也是有比较严重的一个作用的 可以看到今天上海 海海港的球迷朋友 确实也发出了非常大的 一个呐喊声加油声 现场的情分和情绪和气氛 还是挺不错的 刚才看到画面切过去 好球 来看看吴磊的一个现场顺彩的情况 首先非常兴奋 马云安这么好的这个球场 然后这么长时间没有球迷了 球迷来到新的球场 其实整个给我们营造的 非常好的这个组场氛围吧 有些波折 内伤红牌 有没有打断你们的计划呢 其实我们赛前也想到不会这么简单 这个其实 虽然比赛赢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大提高空间吧 上一场比赛我就说了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磨合 包括再遇到这个对手 因为今天对方可能 说得比较厚 所以在面对这样的打法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去总结 然后希望其实 希望我们后面能够 不仅赢得比赛吧 把比赛的过程也打得比较漂亮一些 周获这个支撑进球 然后当时感觉是怎么样呢 因为当时好像情况2比2平呢 非常开心吧 也非常享受 然后特别是这个球门后面 就是我们的这个球迷 球迷会的这个球迷朋友 所以在这个面对这个球门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非常有这个动力 两位老师觉得说 吴磊能够称之本场比赛的一个MVP吗 应该这个剧情下他会是吧 对吧 就是绝杀比赛的人 我投江 对你让人选对最好 我选江士鹏啊 对我也得投江士鹏一票 刚才我看了看弹幕啊 大家都在夸江士鹏 说江士鹏的下面场不比奥斯卡强 不比奥斯卡差 不比奥斯卡差 因为奥斯卡确实现在很明显 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绝对不是正常水平的奥斯卡 他可能发生的到不了吧 我记得就一半的水平 也就一半了 最多也就一半 其他人呢 有什么可点评的吗 我觉得是怎么说呢 就是18年实际杯之后 日本拍了一个纪录片 叫罗斯托夫的14秒 其实和今天 吴磊进的那个球场景非常像 就是有一方不甘心 还要进攻 然后结果最后就一个脚球丢掉了 我不知道这个深圳队回去 陈涛会不会给他们 也干一个14秒出来 因为这个球说白了 那会儿你已经做了选择了 你多个人 而且正在你领别落后 而别是起势的时候 那我如果我是教练 我也不会说 因为我是保级队 我的实力比紧弱 我就放弃 我也要赢 最后这个选择实际上没问题 那你背进了 就是这样 其实你看江志鹏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就说我们脚球细节没做好 细节包括什么 进攻的时候 我要求有细节了 你看他举双手的时候 大家在外面 但是手变成这样的时候 所有人到门前了 这是细节 但是进来之后 你在脚球进攻的时候 你的防守是怎么布置的 这其实也是细节 我想江志鹏的那个采访 他说的更多的是这个细节 是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也赶紧连线一下 腾议体育前方记者 唐奕荣 一起来看看 他发来最新的赛后采访内容 赛后一些报道情况 唐奕你好 我们刚才在比赛解说的时候 对这场比赛的下半场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们甚至认为 这是可能近两个赛季以来 中超最好看的一个半场球了 那么您在现场 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对 谢谢 今天整个下半场 打得非常激烈 我们也看到各种情况 之前包括有红台 用这个打篇比赛 包括我们的一个 为球队取得胜利的那个中球 那其实我觉得 很大的一部分人 也是因为来到赛场的 这么多球迷 因为刚刚在赛后采访 我们的也收到一种 就是今天 来到现场有这么多球迷之后呢 他其实本身也感觉到非常的清晰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 有球迷在现场给球队取位的话 其实很大一部分 能够激发出球员的一个动力的 而另外一点就是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小光泰的那个红台 其实我认为小光泰也算是在 普通球场跳到的历史啊 第一个竞争他打击 然后包括又 又是一个红台 诶 实际作战的其实还搞 我觉得下半场打得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也看到 非常多的机会 觉得正是因为他的这个红台 也给海港提了一个醒吧 因为我觉得 每一场比赛其实对球队来说都是不容易的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能听到球迷在智慧当中 我觉得大家最好的一个结果吧 对海港来说 还是今天这场比赛取得了一个三分的结果 嗯 我们看到在3比2的比赛结束之后呢 应该是球员们和现场的球员有一个互动 那么你可以介绍一下有哪些有意思的互动吧 或者说你在现场捕捉了哪些我们在转播里边看不到的细节呢 对其实现场的一个现场呢 一直以来都是球队的一个传统啊 我们是现场去看到这样一个画面 今天其实在中场的时候 我们看到吴磊在这个内场穿了一个背心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跑动的 啊 传球跑动的时候就有球迷在看台上喊他 他其实当时的这个表情看起来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个表情 另外一点呢就是江志童 我们都知道江志童是从上海出来的球员 包括每一次来到上海的资产来到海港的时候呢 他都会在赛后给球迷现场 我们刚刚也不知道这个画面 从我们的这个身后一直在跟球迷们去聚联聚 那其实球迷也是一直在高喊他的名字 因为一直以来其实江志童来到上海都会有这样一个赛后都会有这样一个动作 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今天比较开心的一个画面吧 嗯 回头看见江志童的话替我们带个话 告诉他腾讯直播间的球迷们都在线上在夸他啊 这场比赛他确实用自己的表现征服了不少的球迷 那么咱们说说简单的说说接下来的比赛 因为在下周中打一轮比赛之后呢 再下一轮就要进行上海滩的得比大战了 您对于后边上海滩两支球队 包括主要是上海海港这支球队的赛程有什么期待吗 对其实在开局以来上海的两支球队 包括上海生花以及上海海港 其实联赛开局的两场联赛都打得非常好啊 都是取得了三分包括成绩也不错 但是下一轮和上海得比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间 其实中间大家只有三天的一个备战时间 也许啊 其实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下一轮 两队的主教练可能会对阵容进行一个调整 因为确实得比大战在回归了这个直播场之后呢 对于大家来说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熟悉的节奏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比赛非常看重啊 我们也是一起期待一下吧 就看看之后的一个比赛 主教练有没有一个什么调整 为了这个德比的比赛来进行准备 好 非常感谢您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感谢 特别好奇今天你说球场里面会有多少生花的球迷呢 应该没有 应该不会有吧 不会有吧 不会去看一看 本身票就少 对吧 你去了可能就有了 同胜得比想去看一看嘛 先考察一下对手是吧 对 看看对手踢得怎么样 对吧 估计是不 因为生花现在人家两连胜 对吧 两场一比零人家心里面也踏实 觉得自己今年也是争冠队伍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全场的经济情况 一起再来欣赏一下今天精彩的比赛 还真是啊 今年开局两支上海的球队都是两连胜啊 关键海港这两场比赛第一场赢的三阵 第二场这场也是很艰难的情况下赢下来 生花那边两个一比零 这四场球含金量都很高 所以这个也是为下一轮的这个上海得比造出的气氛 第四轮啊 下一轮双方还得再打一场 走下周末啊 这个球吧 足球的东西 就是真的职业足球就是踢给球迷看 对 你一定得有球迷 他才叫职业足球 是的 你没有场地上没有球迷的情况下 你能想象下面场 这红牌出现之后 双方队员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出现这样的表现吗 真的是想象不到 其实这比赛踢到这个时候 这个进球的时候 我觉得都属于一个正常的节奏 我深圳那边呢 他就还是说啊 我我防守吧 我丢一个球我也 对吧 我踏的是还是防守 不要攻出去 上面场进球之后 咱们就在说 他到底下面场会拿出一个什么态度来 下面场其实还是不进攻 就觉得一比零 一比零输就输了吧 他是这么个态度 但是直到那个长春 一个长春打上来 然后蒋公太红牌下去之后 整个比赛的节奏气氛全都变了 这个策略其实也没问题 对吧 他就是零比一 他只要零比一 就是那不多人的情况下 零比一守到八十分钟 他就有机会 他最后什么时候拼一下 拼得过就拿分 拼不过 对吧 输零比一也不丢人 不寒碜 有时候讲究策略 霍基森当年不就是这么干吗 这个球大中锋 平哥这个作用 终于体现出来了 这球真漂亮 直接扛着人转身 手一支 就把我们长春给支开了 这平哥和那个谁 和多达多长得有点像 动作有点像 以前河南那个 对 这个球应该是这轮中超的最佳进球 这肯定没跑了 这球真是直接罚进去的 还不是意外球 因为今天多次这种战术 他就是往门里罚 长平鹏在空中跳起来 好像对这个落点判断并不是非常的准 对 因为这个球有一个急速下坠 所以严俊龙也没不到 张庄庄第二下 他我觉得应该是这场比赛 就把胜负抛开的话 他是改变场上局势这么一个队员 是的 当然无垒的发挥也非常的出色 另外我觉得这排港那边教练回去 可能来总结一下自己的换人 下部长这个换人确实就包括魏震打优后卫这个事 回去好好再聊聊吧 球迷刚才也提醒我们了 说魏震在国奥是打优后卫的 打过优后卫的 但是我们 就是对这场比赛 这优后卫上位置感确实感觉不太好 我觉得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反问 就是国家队的优后卫和国奥队的优后卫上来的话 你让谁打优后卫 对不对 古磊这球非常冷静 这是数据 控球率还是64开 然后射门呢13对13 深圳也追平了 摄政海港44摄政三个进球 然后深圳队64摄政两个进球 然后传球呢521对上342 脚球呢7比7 任意球6比6 数据方面 下半场深圳队都追回来了 所以说下半场真的是好看 好看 势均力敌 是的 那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的 有什么好消息 中超英雄的评选又开始了 我有个发红包呢 我准备拿手机发红包呢 没有没有 中超英雄也开始了 但是呢 我们的中超英雄也给大家带来了 非常丰厚的好礼 所以是个好消息啊 我们这边呢 会有很多的这个 中超的球票 比如说现场看球 你得需要球票吧 球员的签名照啊 小小也很想拥有 包括说QB等等的好礼 等你来拿 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点击屏幕 参与到我们中超英雄的 一个评选的活动中 那么可以写下你的评选理由 那每轮都有机会去中奖 那每轮每个比赛日的结束之后呢 都会根据当日的比赛情况 新增本文球员的一个备选的选项 而且投过票了之后 你还可以进行改票 所以不要担心 现在投了以后有更好的怎么办 咱们可以改票的啊 那现在呢 也请大家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 为你喜爱的球员投票吧 注意呢 我们这个下方展示的 只是球迷投票的部分 同时呢 我们也会增加到 解说语言记者和QL等等的 投票的情况 那接下来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精彩不大神 第四题的一个开讲 看看第四题 剩余比赛内主裁判 会不会去看那个VAR的回放呢 是不会的 那今天应该没看是吧 嗯 来下面一道题 没有什么特别争议的判法哈 来下半场的剩余时间内 会产生几次的越位 啊这边是一次越位 百分之33.4的小伙伴答对了 我们单题答对的小伙伴 都有机会会去获得一些QB奖礼 道具奖礼等等 啊接下来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本轮的一个赛程 和赛果的情况 呃在已经结束的比赛里边呢 是武汉1比1战平北京国安 金门虎2比1击败浙江 深花客场1比0击败了梅州 山东泰山1比1战平南通 河南0比0战平青岛 成都2比1击败苍州雄狮 山海港3比1击败深圳 你可以看看这个去两轮的规律啊 就是基本上主场不败的概率 又更大一些 所以说这就是球迷啊 回归的意义 然后在咱们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稍微休息一会儿 晚上7点半 咱们腾育体育继续为大家直播 长春亚太和大雷人的东北得比战 应该是在长春啊 叫南0体育场踢啊 到时候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 7分网的情况 上海滩两支球队 目前都是6分 现在已经开始有上海球迷喊了 冠军终归上海滩啊 这么早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了啊 因为今年中场也确实挺混乱 成都打的也不错啊 一胜一平4分 金门虎呢 今年也确实很好 因为他们阵容确实比较齐整 也是4分 然后呢 后边是长春亚太大连人 当然这俩队都还没踢 今天如果这两队分出胜户 还会有一个6分的球队 然后后边是深圳 国安河南南通 咱们看后半区 第三轮开始 山东啊浙江啊 这些上个赛季的亚冠队 得加把劲了啊 这都是排名靠后的 当然这连赛只打了两轮啊 苍州呢也只拿了一分 青岛海牛拿一分 梅州客家呢也拿一分 武汉三镇啊 未免冠军 两轮比赛也只拿到一分 现在还不太能说明什么 前两轮因为受影响的因素很多 包括这个赛季期的准备情况 包括这个主客场的 有球迷的情况 确实在主场球队 要好打一点 对吧 后边可能比赛慢慢的 这些强队们会找到状态的感觉 对 而且深花每次都会在 联赛开始的时候 打得特别顺风顺 去年也是 人家一直排第一 后来也不行了 是我们还是来期待一下 上海的得比情况吧 那在此呢 也是感谢到两位老师 主客的演播间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说 感谢球迷朋友的陪伴 今天的这场比赛 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 我是小虾 大家再见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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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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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